今天我们来到跟电力发源相关的南港台电中心窗户 也欢迎前期负责调查的景雅琪建筑师来跟我们聊一下 建筑师你好 欢迎孟雪来到我们台电中心仓库 后面这一区都是我们的历史古迹区 像这种仓库它具有时代的意义或者是建筑师的价值 可是为什么只有三栋啊 以前在这个地方这边看过去密密麻麻全部都是仓库 然后总共有二十几栋 现在这个三栋是剩下来 当时盖的时候只有这三栋是日治时期的一个房舍 所以总共有四栋留下来 然后有一栋是被拆解 哇那我们赶快去看一下 好啊 同学员这里就是我们的N1N2库 这个外观建筑构造的是加强砖造 也就只有N1N2库是两层楼的 这个柱两系统 这是仓库群的一个特色 为什么这边有像轨道的痕迹啊 在我们整个台北市来讲 从西到东 有很完整的这种产业的遗产群 全部靠的都是铁道的运输 那我们这个台电仓库啊 它其实服务的是我们台湾全省的设备的一个维修 所以当时就靠着这个铁道的运输 然后可以一直这样的交流 同学这里还有一个建筑的特色 像这个山的上面的这个屋脊 跟最旁边那个屋脊 有没有感觉到很明显的这个斜率 这两个相差大概50公分 一般来讲我们平屋顶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问题 这个斜率很斜 然后水可以快速地流出去 那屋顶部分就不会有积水的状况 所以当时这栋房子非常讲究的 那这栋会被留下来会被保存 其实卷阳机的这个历史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电梯会有一个钢锁把它拉上来 那当时就是靠这个马达 东京日立制作所1935 对就是1935年就是这栋房子盖的 然后还有日立的这个logo 所以整组的设备包含旁边那些变压器 或者是电灯这些很可爱的构建 竟然都还一直留着 设计师这些是什么东西啊 P库它的屋顶的部分 它是分客室行架 可能是整个台北留下来的第二个铝支行架 这栋房子新建在1963到1965年 它有可能是直接从美国进口的 是因为战争时期的时候呢 他们需要快速的搬运快速的拆解 目前呢这个房子虽然已经被拆解了 但是呢它已经被指定为历史建筑 希望不止N1N2库跟P库 都可以结合现在的收复技术 让附近的南港居民 甚至台北市全台湾人都可以参观到这里 是啊能够留下这些历史的故事 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